我们看这一题 它sin alpha加sin beta是1 cos alpha加cos beta等于0 那么问这两个等于多少 那怎么做 我就把这个1过来 把这1过来 就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个是sin α是等于1-sin beta cos alpha 是等于负的cos beta 把它平方加起来 平方加起来以后 这平方加这个平方是1 这个平方加值平方是1-sin beta的平方 再加这个平方是cos beta的平方 这把它展开来一个sin beta sin beta加cos beta是1 那这展开来一个1 所以1加1的话是2 它减掉交叉项 2ab 2-sin beta 我本来应该是1平方 1平方是1嘛 它减掉两倍的sin beta 再加sin beta的平方 但是sin beta的平方加和sin beta的平方 等于1嘛 所以这本来有个1再再负就2 那这样我就可以把什么呢 sin beta解出来 两倍的sin beta 等于1啊 那这样我就晓得 这个是sin beta 是等于1分之1 好,sin beta解出来以后的话 那这个sin alpha也晓得了 把它带回去 那我就晓得说 sin alpha times 1分之1 然后再来cos beta的话 cos alpha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是正货 2分之2分之2分之3 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看成r分之y 看成管一三角函数 那看成管一三角函数的话 cos alpha等于r分之x 那这r现在是2 y现在是1 所以r的话在2 这个x的话 它有可能是正的 因为这y的话 如果在第二向线的话 那x就负的 在第一向线就是正的 所以可能是正负 那更加多少 这x就等于r平方减掉 因为x平方加y平方是等于r平方 管一三角函数 那所以我就晓得 这1个等于r平方 就是r平方 就是2的平方嘛 那减掉y的平方 就是1的平方啦 所以是等于2分之正负 更号3 所以cos alpha是正负 2分之更号3 同样的道理 cos beta sin beta是2分之1嘛 所以cos beta是2分之正负 更号2的平方 2的平方 减1的平方 2分之正负更号3 然后同样把它带进来 带进来以后的话 cos alpha平方就4分之3 4分之3 cos beta平方也是4分之3 所以这是2分之3 所以这是2分之3 这个sine sine是2分之1嘛 sine alpha是2分之1 sine beta是2分之1 所以这是2分之1的4次方 加上2分之1的4次方 这16分之1加16分之1 16分之2 16分之2就是8分之1啦 2分之1 0分之3 2分之1 2分之3 1分之4